克力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日照举线柳大哥的这个云豆棚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用巧克力的这个云豆上的一个表现的效果 这个云豆摘了多长时间了大哥 摘了20多天了 现在这个上面脚还不少 用咱们巧克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从一开始充肥就干了就带了 就是卸了花以后开始充肥了就开始充巧克力了 每次的话这个用多少呢这个量 就是一亩地 这个盆有多大 一亩六七八地 一亩六七八地 这个就是用量不大哈 这会的话是巧克力也搭配着别的肥用吗 搭配着平衡的 加着平衡的大量元素 一比一这么配着是 这个盆是用了巧克力用了几遍了 用了四遍了 用过四遍了哈 现在看这个就是你感觉用巧克力的话 在这个云豆上表现的效果有哪些 这叶片好 叶片浓了后 我们看到这个摘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豆了哈 这个叶片还是很厚实的 这个大小也合适哈 这个叶片非常的浓绿 你看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肉头 那个一看这个 对一看这个长势是非常有劲的 是吧 从这个条上呢 这个条 拉条非常好哈 就是巧克力呢 在这个云豆上 你像拉条啊 它这个还没有骨豆的这个现象 再一个呢 整个的这个央视是长势非常有劲 对 非常的健壮的 嗯 行 这个这是用了多久了 这个下边浇水是什么时候 再过多长时间浇下边水啊 上边水 明天后天后天就浇 哦 做了四天了吧 嗯 这样看来巧克力的这个长效性还是挺好的 嗯 它不会说出现中间这个脱肥的一个情况 嗯 不管从这个长腰哈 还是从这个带果上 这个效果满意吧 还行 哦 行 这边 下一边的话 还是按我们这个配方来用 还是巧克力配着平衡的这么来用 对对 啊 行 嗯 整体的这个表现对我们巧克力满意 是吧 满意满意 好 我给巧克力点个赞